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年 可是今年就已经有人开始在布局了 根据媒体报导 比如说像几个比较赚钱 而且资产很多的这些农田水利会 他的会员资格 他的土地 就是说第一个他必须有农地 第二个 他会员需不需要年龄限制 现在变成说他只有 媒体讲的是只有这么小的 像A4这样子的一个土地 他就可以成为农田水利会的会员 你们有没有设限啊 还是说完全因为他是人民团 你就让他怎么恶搞 瞎搞都没问题 我想我们现在报行政院把这个投票的通则 水利会的这个投票的这个 要做一个修正 过去是没有规范的吗 没有 会有A4的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土地继承分割一直下来 所以委员讲的没有错 就是说连那个三岁的 小孩子 他有这个土地持分 他就是自然变成水利会的会员 那将来我们再投票这一块啊 可能要做一个适度的修正 因为这个牵涉 第一个三岁没有行为能力是对的 是真的啦 第二个 它牵涉到蛮多 蛮广泛的 这个利益分配的问题 那我们觉得这个东西会让将来的这种恶斗 就是说让这个整个人民团体的健全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 是 会影响到它的健全发展 我们再修法 谢谢 好 你们要修法还是修改规章就可以了 修法 要拜托委员能够支持 修法 你们多久会提出这个修法的草案来 现在在行政院 现在在行政院 我们协调把这个水利会的这个整个通则啊 做一个 组织通则啊 修定 对对对 好 提出你修定的方向 第一个 土地要不要做一个最低下限 你像A4这样根本就不可能嘛 不可能有什么耕作行为嘛 现在是0.01公顷啦 0.01公顷 0.01公顷是三千坪嘛 对对对 0.01公顷是三十坪 对三十坪 那 因为在都会区里面啊 它那个水利的 三十坪大概这个办公室的一半啊 一半 对 好 这样子就可以 那或者是刚刚讲的这个年龄或者投票的这一个区块 我们再来跟委员请教 再怎么来修会更符合 不是 你们已经到行政院你要跟我们请教 柳公上市五千多个多名 对上一届五千多位会员 现在已经变成九千多位 增加四千多个人 然后七星也是五千多人 现在变成八千四百个人 增加三千多个人 有投票权的会员最小是一岁 有投票权的会员 对 知道了 最小是一岁 这个是很荒谬的啦 是 民主政治也变成一个很糟糕 好 这个部分我们希望你们能改进 是 这个问题 农委会有一个新的构想 也就是说 要让年轻人能够回乡来做 当然牵涉到你们修更的政策 是 那你刚提到 就关于修更的部分 请问一下 你们就希望说 老农民把这个土地 释出 他已经没有办法做有效率的耕种的话 希望他把它释出 那你们是怎么 你们有萝卜还是有棍子 还是萝卜跟棍子都有 我们现在要处理的是 五万公顷的连续修更 连续修更 那至于在这之外的 单期修更的部分 或者你可以 你说说将来国家的政策是一年只能最多修更一次 是 是不是 用这个方式 让 那如果他每年都修更一次 那到目前我们规划到105年我们这一块还是保留 还是保留 还是保留 但是如果他一年只可以修更一期的话 他 你可以将来是你会将来说限制说几年内就即便是一年修更一期 他几年内都每年都修更一期 他必须要做一个处理还是怎样 我们会在未来的这个跟农民实际工作以及农地拥有者 我们在89年农化条例以后农地不见得是农民拥有 包括继承 农地农友的政策会做调整 我想在从这一块里面来让我们的农地做最有效的这个利用 另外一个我们保持优良农地 希望这个农地的利用能够扩大他的面向 嗯 就是整个农业的价值链啊 一定要让他建构起来 因为你们说 比如说我们的农民市集啊 嗯 好刚刚讲的这个烘干机啊 啊 那在补助3块钱 不是补助啊 就烘干机的设置 他在农地上是受到限制的 嗯 我昨天也提了 茶叶的这个制茶厂 在农地上 他是没有办法外销的 因为他没有工厂登记 这一个部分我们都要希望跟内政部对农地利用的多面 让农业的价值能够建构起来 那这一点我们来努力 那请问你们现在就对于这个连续领 领取休耕补助的人 你们所有清查到 几成不具农民身份的人 嗯 5成8 5成8没有农保身份啊 没有农保身份 那我们 可是他实际从事农作啊 他有农地啊 他是农民啊 他是建业 他是建业 主要收入就是 他有劳保 有国保 有其他 台湾的农民现在大多数是建业 你光是靠农业收入 他能够养活自己吗 能够养家活口吗 对我想这一点 我们是同意他去做实际的工作 但是 如果他有实际工作 他现在变成 他是修耕的 他是修耕的 对 所以建业农的部分我们没有排除 那你们要实际清查 要做这方面的处理 所以连续修耕的 你们将来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比如说 只修耕一齐 比如说这个棍子是什么 萝卜又是什么 只修耕一齐 要求他们只修耕一齐 对 就恢复到他原来 所以这个我刚刚委员提醒的很重要 就是说他有农地 他可能是兼业农 他没有农保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他回归到农作 跟其他农民一样 就是修耕一齐 那光是处理这个就可以有五万公顷 单齐做 或者是 一齐做就五万公顷 一齐做就会恢复耕作啦 那这个会制造很多就业机会 跟很多生产力 好了 那这是这样子没有错 可是你会 因为这样的土地的释出 现在其实坦白说 农地银行的政策 不是特别成功啦 是我们会来检讨 因为他的煤盒 或是他的一个 情形太少了 那如果说你把年轻人引进的话 年轻人 你会给他什么 就是说现在社会大臣 已经在讨论什么 不是说你年轻人回到 他回向你补助他基本工资 不是这样子也不应该是这样子 没错没错 最重点是他自己努力去摸索 不管是继承家业 或是说他去租农地来耕作 他种出来的 养出来的东西 是有通路的啦 对 你们通路有没有办法帮他建立 还是叫他去走老农 那种走航口的老路 不是 那继续被剥削 我想跟委员报告 这个 这才有用啊 你给他一万八有什么用 对我们有思考过 那个部分只是在台东 我们一个分围之下 给农民安心的一个 其实 年轻农民回到农村来 做我们规划 的这一个部分 那我要先说明一下就是 这一个政策 虽然只有处理五万公顷的 这一个年修地 但是小地主大电容租地的范围 扩大到八十三年 基期所有的修工地都可以去租 都可以租 这个改变会让大规模经营的区块完整 原来的小地主当然只有五五九五九六 我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扩大活化的 你让他们自己去媒合 还是政府的引导 政府可以媒合 农会还有这个县政府 因为现在有些县政府啊 他看到这个他觉得很好 哦 因为原来的小地主大电容 他九五九六的年修地就是区块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修工地都放进来 所以这一点啊是 是除了五万公顷处理之外 对于扩大经营规模的诱因啊 就把二十万公顷全部拉进来 这个也算是很大的一个改变 这个是很大的尝试啊 对 那预计增加政府要投入多少还是会减省到多少的公寓 我们希望也不要节省也不要这个增加投入 也不要减少 但是这样子的活化的结果是让许多的土地 它可以创造它的价值跟就业机会跟生产力 就业机会预计多少 我们在这五年里面预计可以相关产业的收入十万 十万就业人口 十万就业人口 对 比如说 平均一个人还是零点五公顷而已啊 这是实际更做的 实际更做的 那所谓的相关产业 我在这里也 这个相关的就业机会是 相关的就业机会的影响非常大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口提议之后啊 相关的产业影响 除了畜牧业以外 最大的是运输业 我所说的相关产业跟就业机会 就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我这里说明一下 这十万并不是全部投入在种植业 当然啊 连带影响了肥料的啦 农药的啦 还有它的市场 通路啦 对对对 这些都是就业机会出来 如果这些没有产品出来的话 这个就业机会出来 我们只是不希望说 因为这样子 因为其实你知道农业 它的一些需求是有一些 它的需求弹性不高啦 是 所以说某种程度来讲 你生产 你这五万公顷投入以后 它生产出来 你如果不能好好的规划的话 是 第一个 它造成现有的农作物的排挤 对 第二个 它如果不是投入一个很需要的 譬如说刚刚提到的 饲料作物 或者是甚至能源作物的话 它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它排挤到现在的经济作物的话 是 坦白讲 到时候是灾难还是机会 还不知道啦 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我们会留意 谢谢委员 这一个问题提到了 这次查货到的这个 不管是贡丸 或是其他的肉类制品 请问你 是本产的还是进口的 你们查到源头是本产来进口的 莱克多巴胺的部分 确定是进口的猪肉 那从几个国家 抗生素 黄恩剂呢 抗生素黄恩剂呢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查 是国产的 那我们刚刚提到 棍子跟这个 萝卜 现在碰到的这样 你怎么挥舞你的棍子 我想我们对于这个 违规的人 违规的人 那当然是 三万到十五万的罚款 同时我们将来对于 他的这个产品 我们上市以前 我们加强机场 再犯的话 就是直接跳到一百二十万 直接跳一百二十万 那如果是进口的呢 进口就卫生署 食品卫生管理法去做把关 那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这一次 也对于这个中间商 他如果没有提供 我们需要的文件 去做审查的话 我们要扣他 就是他的这个产品 一定要到 这个符合我们的规范 检查为止 我们用很多种方法 来把关 特别对国产这一块 好 谢谢主委 谢谢